所以在2014年开始成为热门的词了 跟大数据一样 其实P就是智慧财产的缩写 IPG就是购买他人著作 再改编成戏剧 像是狼牙榜 步步精心等等 都是知名IPG的代表 中国IP经济在2015年爆发 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人民币70亿 这股IP的热潮吹向了台湾 今年4月吹升出营运平台 为台湾影视圈提供更多的拍摄内容来源 想复仇却不失情意 狼牙榜开成大陆2015年最火红的男性权谋剧 呼应时间往前推进 描述清代后宫前朝捐宠夺权的 步步精心和后宫甄嬛传 不止红片两岸三地 包括日韩甚至美国都购买版权 大陆IPG如火如荼持续发烧 一般我们在用到IP这个词的时候 基本上是把一个内容能够加工包装成可以商业化的 而且可以展化成很多种不同的应用的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IP 更白话一点来说 IPG等于改编剧 这股IP热潮从大陆影视界烧向台湾 还推生出营运平台 台湾的娱乐产业缺了很多东西 其中一块就是剧本 我们就想说台湾有很好的作家 有非常多好的故事 但是却没有往这边发展 是很可惜的 每一个作家的故事 我们把它产生成IP 让它变成可以衍生成为各种不同的影视产品 社会记者写的一个台湾第一部警察小说 然后我们就是在 我们为他做了专访 做了很好的专访 一录出的时候呢 立刻被原子印象的老板看到 所以他非常喜欢这部小说 所以他就立刻就给我们买了他的影视版权 打通在地作家创作渠道 将原创小说新闻素材改编成优质IP销售 IP喊得火热之际 台湾正力量起步 记得欢迎我们开台北 没看到